你給我穿...穿...穿...三袋 告訴你自己孩子不要被騙 你也是不用啦 我們上過一次當下這週末 不會再上當 Good Morning 又是展新那一天 沒想到我身邊 又有人被騙了嗎 這個人已經被騙第二次了 太誇張了 到底為什麼大家可以一直被騙 第一次你記得嗎 那個梅上雨站著這拖鞋 笑死我的那一次 你在哪裡買的第一次 在FB 因為我太直覺的覺得就是那一間店的商品了 因為我太常看到他們家的廣告 所以我那一次就點進去 我本來訂的是 漂亮漂亮的美少人戰士拖鞋 然後那時候我還揪菜菜跟Joanne一起 然後結果 抱歉對不起你們 我買到詐欺的東西 結果結果記過來是什麼 三雙一模一樣粉紅色的拖鞋 素色的拖鞋 對就這樣 傻瓜怎麼會在FB 買那種很奇怪的那種網頁的東西 我是忘記確認那個網頁 是不是奇怪的網頁 因為那個商品是真實存在的商品 我只是向了很久一直沒有下手 那天剛好點到的那個網頁 是不對的網頁 上次是自己有下單 所以自己被騙活該 對活該 那這一次呢我覺得真的很難避免 這一次真的是無法 無法給我講比較適合 很難避免 我就是去取貨 然後東西會有時間性 然後時間久了你就忘記你自己買什麼 然後就覺得這個金額好像都對我好像有 這就是平常東西買太多就會這樣 我就不錢了 而且還為了媽媽要拿那個包裹 然後特別從淡水跟我講說 有一個包裹一定要拿 然後講的多緊急 我們因為隔天就要出國了 所以就沒辦法拿了 所以我們就特地從淡水跑一趟爐灶 就為了拿你的包裹 然後還付了多少錢 1950 1900 妳跟我講1000塊就是1900 1900不是1900塊 還給我避重就輕 我自己講的很不要臉 我其實一直以為我買的是另外一個巧克力 因為我買巧克力然後還沒到 結果我也是那個巧克力 他也是貨到付款嗎 他不是 他好像不是耶 他好像不是耶 我們不要再檢討被害人了 你為什麼要檢討被害人 被害人被騙也竟然存了 海鄉之味 既然都被騙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到底買了什麼東西 他到底寄了什麼給你 1900沒的 我怎麼可能會買這種東西 什麼鬼 男士古龍香水罩 這什麼鬼 誰會用這種東西 而且還是剪體質的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 虎無蘆薈膠 什麼鬼 1900 這兩個1900 對啊 這兩個1900 傻眼 一定是之前你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有人把你的個資賣出去 不然他怎麼知道你在哪一個 最常去的身份取貨 對 然後又知道你的手機 女生就沒辦法 又很常會看一些什麼直播帶貨 我覺得那種就很容易 有機會被賣掉個資 我就想說怎麼有可能可以詐騙 因為他上面應該都會有他的 資訊 對就是他的寄件人 然後還有他寄的地方 你們這些都是偷的吧 假的也是有可能 但是他一定會從一個門市寄過來 那寄過來的話 就一定會有監視器啊 那我怎麼樣都抓得到人啊 我是這樣想 但是有沒有這麼簡單 不知道耶 我們現在想怎麼處理 我剛剛想到第一的瞬間 就是去警察局 對啊 被暗是嗎 然後說我們收到詐騙報告 還有其他方法 這個東西畢竟也是有點泛濫了 所以他們說已經有管到 可以去做這件事情退貨 然後退款回來 對我們剛才有po FB跟IH在社群 分享一下這件事情 然後就蠻多人都有遇到 同樣的就是被害人 組成的復仇者聯盟 不要再檢討被害人了 被害人被騙也認可了 我還去領錢 為了這個領錢 對大家說SAVEN跟全家 其實申請都還算蠻簡單 所以我們就現在來試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辦法 拿回1900塊 對 好啦 我現在打開了那個 詐騙申訴平台 喔 可以吧 有三種可以退貨 處理詐騙包裹的定義 第一個是 消費者在並未下單 人收到簡訊 然後並前往門市取貨 或完成繳費 那你就是第一種 我就是第一種 然後第二種是 消費者以取件 或賣家收到退還之包裹後 於門市現場拆封 發現為空包裹 經消費者 自警調單位報案 或提告資案件 並簽例切解書 這要現場開包耶 對啊 這樣子感覺比 1的那個更嚴苛耶 那第三個是 其他消費糾紛 商品不服 或不滿意的退貨 無法受理 對 所以第三個 不能受理的意思 好 所以同意 我們就是1了 好 然後他有跟你講說 新增儀式 詐騙 喔他還寫得很保守 是儀式 港上編號 73N 73-012 配送編號是 08222222 儀式詐騙原因 以取貨未購買 卻收到簡訊投資 聯絡人 蘇珊 送出案件 新增案件完成 然後 他給我一個案件編號 那下一步就沒有下一步了 他們說要等啊 要等 大概一個月 啊 一個月 喔 喔 現在都什麼都不能做 就這樣 但是他那個 取貨的那個收據 我有留著 那就再留一下吧 喔 就是再留到那個結束 該不會連這個網頁都詐騙吧 哈哈 現在被害妄想真 這世界還是很美好的 他只要下廣告 一個詐騙網頁 然後下廣告 然後再放在上面一點 就會按到 就成立了喔 沒有 我就會按到那個 錯的網頁 喔 真的喔 像辦很多簽證 都會有那種假網頁 蛤 好可怕喔 好啦 那我們就等一下回覆 然後再繼續跟大家更新一下 對不起 希望 大家也不要被騙了 蘇媽媽被騙日記 又有新的進展啦 蘇媽媽已經順利 把錢給要回來了 多少錢 1950 真的 一塊錢不少 一毛不少 而且重點是 他就把錢還給我了 可是他那個貨還在 管理室他還是沒在拿 嗯 太神奇了 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個 被騙了之後呢 是什麼處理的 蘇媽媽的步驟是什麼 就是上 7-7就是人家給我們建議 很多人給我們建議 因為很多人都被騙 然後很多人都有這個流程的經驗 對 他們就是真的都有把錢 錢拿回來 然後 他們說大概一個月 然後我自己算 好像也是真的差不多一個月 然後他就是 你知道7-7他那個連結去申訴之後 寄過去他會再回信給你 他會告訴你說 他們以受理申請 然後他會再寄第二封信給你 然後好像就是跟你說 一退款 這樣子 然後剩下的包裹是 你跟那個人的問題 然後他們就是負責退款 這樣子 我覺得我們國家真的蠻厲害的 蠻偉大的 其實 我也在想說 這種東西現在要被騙 真的很難 拔網恢恢 輸而不漏 對啊 因為你寄包裹 你一定會有監視器什麼的 現在監視器超發達的 警察一下就抓到 騙你東西的人 所以我覺得 現在真的還有辦法 利用這種東西詐騙嗎 果然 現在我們真的很方便很發達 就當你如果領到了詐騙包裹之後 不要緊張 你先上 不管你是Seven 全家 還是LiarFu 什麼之類的都可以 他們會有自己的那個 詐騙申訴的網站 然後點到網站裡面之後呢 他會叫你填寫一些 你的個人資料 還有你領的包裹的一些資料 那申訴 這個是會被騙的東西 那也有觀眾跟我們分享 大概是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有些人一個月才收到 有些人好像一個禮拜就收到 所以那種進度的狀況不一樣 那我們自己的經驗呢 是 將近一個月 我們真的收到退款了 然後他叫我們說 我把那個詐騙的包裹呢 放在管理室 然後會有人來收 就跟我們在一般的摘集片 寄件的方式是一樣 對不對 然後 我們到現在已經過了 兩三個月 都還沒有來收 都還沒有來收 可能他來說也是錢啦 也是造成他的負擔 可是他有沒有說 叫我們自己丟掉 他也沒有這樣講 所以我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反正我們錢是拿到了 然後那個東西呢 放在管理室一直放著 還好 還好他小小的沒有很佔空間 但如果很多人被騙的話 就很佔空間了 欸欸欸 這倒是 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騙好不好 真的 雖然人家都笑我們是詐騙王國 可是我覺得我們也是 解決詐騙王國 我們也是 見招拆招的 對啊 那這就是我們這次 紀錄一下 蘇媽媽整個 領取被騙的詐騙包裹的流程 然後希望那些壞人 可惡 不要再有這種奇怪的東西發生了 真的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下一個影片見囉 掰掰 希望大家都不要再被騙囉 是我 是我 是我不要再被騙囉 你就是大家 對我就是大家 但是其實有時候 你知道不要檢討被害人 那被騙的人也是沒有心甘情愿被騙 然後有些人可能 就是這個前段來說很重要 那你再去欺負那些本來就 沒有什麼錢的人 我就覺得很過分 對啊 所以希望這世界上還是大家好來好去 對 那感謝一下我們現在的服務 真的